基础物理1,4-1,万有引力 这是4-1第二份练习题的第二部分 13题,两条相距D,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是F 如果将它分开至距离相距3D 则万有引力会变成多少 原本一个物体质量M1 另外一个物体质量M2 两个彼此之间本来距离是D 因为万有引力彼此相吸 相吸的力如果是F 现在把距离改成3D了 可是质量维持不变 所以原本的万有引力F原来的 比上F后来的 原来跟后来两个万有引力的比等于 原来是谁?M1乘M2 所以G M1 M2 跟质量乘机乘乘比 两次之间距离本来是D 所以距离的平方D平方 这个是原来的万有引力 而后来的万有引力 而后来的万有引力只把距离变3D 所以距离3D平方分之G M1乘上M2 G M1 M2我们把分子约掉 D平方这里D平方也约掉 所以两个之间前面约光光剩下1 后面这里还有个3D平方 变成1 9分之1 所以题目说原来的万有引力是F 则后来的万有引力就变成了1 9分之1F 所以13题 E的答案 14题如右图 质量M1 M2的指点彼此距离是D 像在图上M1 M2 彼此之间这个距离是D 而这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相吸的列 这个相吸的列是F 相吸两个万有引力 遵守作用力反作用力 所以M1 C M2 M2 C M1 彼此之间的作用力是F 那现在如果两倍的M1 一个指点 质量是两倍的M1 而另外一个指点 质量是两倍的M2 而两个之间距离 本来距离是D 现在如果距离变2D 则他们的吸引力变多少了 也就是 我拿原来的引力 比上F后来的引力 两个之间引力的比 等于原来质量G M1乘M2 M1乘M2 距离本来D平方 这个是两个物体M1M2原来的引力 后来的引力是G 乘上两倍的M1 乘上两倍的M2 可是距离变2D 所以距离是2D平方 G M1M2 G M1M2约掉 分母这里D平方 这里也有D平方 我们也把D平方约了 因此 他们之间的引力 前面都约完了 前面剩下1 后面分尺2乘2 分尺是4 分母这边2的平方 所以2的平方也是4 所以两个引力的比变成1比1 所以原本受力是F 而后来的M1两倍 M2也两倍 距离也两倍 结果质量跟距离两个效果抵消 所以受力还是F 所以两倍M1 磁点所受的力还是F 所以14题C的答案 15题 两人发现一个新的行星 它把它命名为爱尔普兰星 如果一个质量5公斤的岩石 静置于爱尔普兰星的表面 发现它的重量变成55牛顿 则爱尔普兰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值 会是多少 题目说一个5公斤的岩石 这个岩石质量是5公斤 可是在爱尔普兰星的表面 重量变成了55牛顿 质量跟重量两个之间的关系 重量W等于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所以重量W是55牛顿 会等于质量5公斤乘上重力加速度G 所以G等于多少 55除以5 水一除等于11公尺除以秒平方 所以15题 B的答案 16题 超人在距离地表2分之3倍的地球半径处 绕着地球做等速的圆周运动 则他所送向心列是地球中力加速度的几倍 超人的位置在距离地表2分之3倍的地球半径 所以距离地心R等于从地心到地表 再加从地表到2分之3倍的地球半径 所以超人的位置在地表2分之3倍的半径 距离地心是2分之5R 有2分之5倍的地球半径 超人绕着地球做等速的圆周运动 超人是利用所受的万优引力作为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随着向心加速度G外 比上在地表的重力加速度G2 两次先的比在地表的是谁 地表的我们先写地表的R平方 在地球表面G乘上地球质量大M 可是距地表2分之3R 实际上距离地心距离是2分之5R 这个距离的平方分之G乘上地球质量 所以两次先的比GmGm约掉R平方也约了 所以等于分母有个2分之5 平方分之1 比上后面全部约掉剩下1 所以等于2分之5的平方 4分之25 再导数等于25分之4 比上1 所以后面这个G2 这个是在地表的 所以如果后面这个是G 则离地面2分之3R 距离地心2分之5R 它的重力加速度是25分之4G 因此是地表的25分之4倍 所以16题C的答案 17题 美国太空总署如果要发射一个火箭至月球 若火箭从地表发射 沿着直线路径 最后到达月球 这火箭从发射到登陆月球的期间 所受到万有引力的大小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一颗 这个是地球 这个是月球 地球跟月球之间 靠近地球的时候 因为距离地球近 而且地球质量大 所以受到地球有一个比较大的万有引力 而距离月球远 这个引力则比较小了 所以在接近地球的位置 是地球的引力大于月球的引力 慢慢地向月球接近 结果地球的引力逐渐减少 而月球的引力逐渐增加 在中间会有一个位置 是地球的引力跟月球的引力两个会相等的时候 所以在平衡点之前 受到地球的引力会大于月球引力 所以在平衡点之前 所受的引力是向着地球的方向 可是过了平衡点之后 慢慢地月球的引力增加 地球的引力又减少 此时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引力大 所以这时候合力开始朝向月球的方向 所以在从地球飞到月球的过程当中 整个接近平衡点之前 受到地球的引力逐渐减少 过了平衡点之后 受到月球的引力逐渐增加 所以整个过程 所受的引力是先减少后增加 因此17题B的答案 18题 以至地表的重力加速度G用9.8 而地球半径是6400公里 如果重力加速度G用6.67乘以10的负11次方 则估计一下地球的质量大约有多大 我们利用G 我们利用G地表的重力加速度会等于R平方分之G乘上大M 所以G 所以G R平方等于G大M 因此大M质量等于G分之G R平方 所以整个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G是重力加速度9.8乘上R R是什么地球半径 地球半径6400公里 而这个6400公里等于6.4乘以10的三次方公里 也等于6.4乘以10的六次方公尺 因为把公里变公尺次数加三次 所以R是6.4乘以10的六次方这个的平方 除上G G是6.67乘以10的负11次方 如果我们用数量级的近视值 整个大约9.8接近10 6.4乘以10的六次 大约是10的七次的平方 6.67乘以10的负11 因为6.67比更到10 比3.16大 所以整个数量级直接近位 并能是10的负10次方 所以这样算出来就等于 10的七次在平方是10的14次 再加一次是10的15次 所以分尺是10的15次方 而分母是10的负10次方 所以总和起来等于10的25次方公斤 所以18题 书的答案 19题 当成熟的苹果从树上落下时 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下列哪一个叙述是正确的 A 地球对苹果有吸引力 可是苹果对地球没有吸引力 A 这个是错的 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苹果 如果这里下 这个是地球 这个是苹果 苹果受到地球引力 所以苹果往下掉 可是苹果往下掉是地球吸引苹果 同时苹果也吸引地球 这个是苹果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地球对苹果有吸引力 苹果对地球也有吸引力 所以A不对 B 苹果对地球有吸引力 地球对苹果也是有吸引力 所以B是错的 C 如果只考虑力的量子 地球对苹果的吸引力 会大于苹果对地球吸引力 C也不对 因为地球吸引苹果 苹果吸引地球 是重力与反重力的关系 所以 如果只考虑量子 整个只有1 这个叙述是对的 考虑量子的结果 地球对苹果的吸引力 和苹果对地球的吸引力 两个力的大小是等于 所以 19题 1的答案是正确 20 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大小是9.8 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大小是3.92 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大小则是1.6 甲在地球上 举重的成绩是250公斤 乙在火星上 举重的成绩是400公斤 丙在月球上 举重的成绩是1200公斤 则三个人力气的大小关系为何 题目上所写的这几个数字 在地球上举重 这里250公斤 正是举起在地球上的质量 在火星上举重的成绩是举起400公斤的质量 在月球上举重的成绩是举了1200公斤的质量 可是力气是把重量举起来 水在地球上的重量 等于 质量m250公斤 乘上地表的重力加速度9.8 这个乘起来 大约 我们把9.8用死来算 就大约2500牛顿 这个在地球上的 在火星上面 火星上举起400公斤 所以质量400公斤 乘上火星的重力加速度3.92 因此 392接近4 4乘400就大约1600牛顿 而丙 在月球上面 在月球上的重量 它举了1200公斤 所以质量1200乘上月球的重力加速度是1.6 乘起来大约是1920 所以 这三个比较下来 你会发现地球上的重量 会大于在月球上的重量 再大于在火星上的重量 所以 贾是在地球上 而丙是在月球上 乙是在火星上 三者的力气大小 贾大于丙大于乙 所以 20题 B的答案 第二十一题 有关地球的同步卫星 下列性质哪些是正确的 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同步卫星 所谓同步卫星是指 人造卫星到地球运转 它运转的周期 与地球自转的周期 两个是相同的 因为人造卫星转的快慢 跟地球自转的快慢是一样 所以 人们在地球上看到天空的人造卫星 永远停留在天空中固定的位置上 所以 地球由西向东转 人造卫星同样也是由西向东转 因此 A这个是对的 B 其高度固定且与质量无关 B这个是对的 按照克普六的周期定律 我们说 T平方 R三次方 这个比值是个定值 所以 只要轨道半径是固定 则它的周期就是固定 如果轨道半径越大 则周期就会越大 因此 人造卫星到地球 自转的周期 如果刚好要一天的时间 只要它周期一定 它轨道半径必须固定 和质量大小是无关的 B 这个是对的 C 因为同步 其运行速率 与地球的自转速率相同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 虽然我们说 人造卫星 它跟地球同步 所以人造卫星转的快慢 与地球自转的快慢一样 我们这样子说 是指地球自转需要一天的时间 而人造卫星到地球公转 也同样是一天的时间 可是地球自转是在地球半径的范围 而人造卫星则是在天空中绕着大圆 所以人造卫星绕的半径大 它所需要的速率必须要更快 所以人造卫星的速率会大于地球自转速率 它们两个只是 周期相同 可是C上运转的速率并不相同 所以C这个是错的 株 地球上各同步卫星的速率与周期完全相同 株 这个是对的 我们刚刚说 在地球上的同步卫星 同步卫星绕地球的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是相同 所以 周期都是固定的 要固定的周期 就要固定的半径 因此 它们就会有固定的速率 所以 株 这个是对的 一 以地球同步卫星的概念 月球因为自转周期 等于它绕行地球公转的周期 所以 地球可以视为月球的同步卫星 一 这个是错的 我们在地球上所见到的同步卫星 是指 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转 而它绕地球的公转周期 与地球的自转周期是相同 可是 虽然月球绕地球 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一样 所以造成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球永远都是同一面 同样的 在月球上 月球见到的地球 是在原处也是静止不动的 可是实际上 地球并没有绕着月球公转 所以地球不算是月球的同步卫星 因此 一 这个 这个是错的 所以21题正确 只有A B 租三项 22题 具有相同体积 而且植料均匀的石心铁球和铝球 从距离地面等高的地方 由静止开始自由落下 如果重力加速度是G 在落下的时间都是T的时间 假设它们都还没到达地面 如果我们忽略空气阻力还有风速的影响 则下列叙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 两球所受的重力相同 A 这个是错的 题目说 铁球跟铝球有相同的体积 而且资料是均匀 所以铁球跟铝球体积一样 但是两个的密度不相同 所以铁球密度大 铝球密度小 因此铁球的质量比铝球质量大 所以铁球的重量比铝球重量大 所以两个重力不相同 A 不对 B 两球下落的距离都相同 B 这个是对的 铁球跟铝球 它们都是从距离地面等高的地方自由落下 所以一开始的初速两个都是0 而且落下的时间都是T秒钟的时间 所以从相同高度落下相同的时间 所以它们可以走相同的距离 所以B 这个是对的 C 两球有相同的速度 C 这个是对的 铁球跟铝球 落下的时候 它们相同时间走的距离一样 相同时间 它们的速度也都相同 所以C 这个正确 C 两球都有相同的加速度 C 这个是对的 C 铁球跟铝球 它们在空中落下 所受的加速度都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在等高的地方 重力加速度都是个定值 C 这个是对的 C 这个正确 少说多做 你的言行必将获得别人的重视 多说少做 则始终受到别人的故事 愿这段话 作为你我的警惕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